好,下面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这句话比较长,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话横线的部分明显是一个时间壮益从句 后面这个没有消耗线的白颜色的是句的主干 我的爷爷告诉我 从这开始到句末,黄颜色的整个是一个兵语从句 做这个toad这个词的兵语 说一个德国出租司机 France Basman这个话横线的部分明显是做前面出租司机的同位语 叫France Basman 他是如何发现了这么一个兄弟 然后后开始的鞋底子到句末 是牵套在兵语从句内部的一个兵语从句 他被认为被杀死了 什么时候呢,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被杀死了 这就是这个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巧合 那么看看里面一些表达的细节 你想,when I was a boy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有人说能不能这么省略呢 when a boy when a boy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尽管有的时候可以把I was去掉 但这种省略必须壮语从句主语跟主旧主语统一的时候 才能把壮语的主语 壮语从句主语跟必动词同时省略 比如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我很聪明 when I was a boy I was very clever when I was a boy I was very clever 这个I 跟主旧主语爱都一样 那么可以说 when a boy I was very clever 是可以的 但本文中呢 从句主语是I 主旧主语是我爷爷 那只能发现当我爷爷小的时候呢 那不可能了 就起义了就错了 但是我本文中可以改成 in my childhood 在我童年的时候 这可以 或者说 in my early years 在我早年的时候 也类似于童年嘛 二十三个咱们见过呢 还有呢 in my teens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这个 when I was a teenager 类似这个用法 teen呢 thirteen到nineteen都有teen嘛 就十三到十九岁的时候 还有呢 in my adolescence 在我青春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般都可以加 in跟in搭配 甚至还有一个 in my youth 这年纪可能越来越大一点了 这也是十七岁 到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 my childhood in my early years in my teens in my adolescence in my youth 主要adolescence 是青春期 youth呢 是更大一些青年 一般是上 高中和大学期间 十七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 就youth 这个在前面 这个二十四课里边 贵重骷髅讲过 一个德国出租司机 叫弗朗斯巴兹曼 他如何发现个兄弟 这个人被认为已经死掉了 这个be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这个be thought to 后面用的不定式的完成式 to have been killed 那什么时候用不定式的完成式呢 不定式 to do 一般表示要做的事情 不定式的完成式表示 to have done 这里面这个动作发生的比 中心的动词要更早一些 你看被认为 是后发生的 被杀死是先发生的 二十年前就被杀死了 是用不定式的完成式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be thought 后面固定搭配的用to do 但是后面的事还发生的比be thought要早一些 那么还有强的先发生怎么办呢 必须用动词不定式 还要用它来表示先发生 那不得已就用to have done 这个形式 你看跟三十课的里面一个句子非常类似 这是复习 咱们看一百四十二页的第十二行 一百四十二页第十二行 Everyone went to the funeral well for the ghost well for the ghost well none other than Eric Cox a third brother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as a young man 每一个人都就参加葬礼了 因为这个所有的鬼 不是别人 就是爱的个好似 另外一个兄弟怎么样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be supposed to do 是固定搭配 必须加to do 但是呢 后面这个词又是先发生的 那只好用to have died 跟本文中一起通乎之妙 这是不定式的完成式 固定搭配要求用to do 但还要且能先发生 那to have done就好了 被动就to have been done就好了 20 years before 是20年前 如果从现在算20年前 是20 years ago 如果从过去算 过去的20年前 在这之前的20年 只好用20 years before 它是过去的过去 用这个词 那么是怎么发生的呢 后面说了 while on a walking tour with his wife he stopped to talk to workmen 当跟老婆在做一次 徒步旅行的时候呢 他停下来 跟一个工人在聊天 while on a walking tour 这个while后面 省略的主语跟必动词的 省略什么 while he was on a walking tour with his wife 为什么he was可以去掉呢 因为这个he 就是主就主语那个he嘛 主语统一了 所以状语从去主语 跟后面必动词就可以省略 这是咱们复习 这on a walking tour 就在徒步旅行期间呗 咱们第一个就说了 在什么时候路途中 就on on a tour on a journey on a trip 咱们讲过 然后他停下来呢 跟一个这个工人在聊天 stop to do 跟stop doing 这又是我们在35课 刚刚讲过的复习 stop to do 停下来去做别的事 stop to smell the flowers 不能翻译成不要闻的花了 怎么翻译 驻足片刻闻花香 对吧 还有像这两个句子 哎呀我快累死了 我们歇会抽个烟吧 请不要抽烟了 烟让我觉得很烦 你看这两个句子 我们讲过了 stop doing 是停止正在做的事 stop to 停来去做别的事 但是sees to do 和sees doing 都是表示不再做某事的 如果是个状态的词 用to do好一些 如果是个动作 具体的动作用to do好一些 但都是表示不再怎么样 对吧 这个跟stop to do 跟doing做个变析 这是复习 然后后面说 after they had gone on Mrs. Bosman commented on the workman's close resemblance to her husband and even suggested that he might be his brother 这个句子比较长 咱们先看语法的分析 after they had gone on 这是时间状态从具 在他们继续走了一会儿之后 然后呢 Mrs. Bosman commented on 这是句子的主语 跟魏语动词 这个芬兰斯巴斯 这个巴斯曼夫人呢 就评论了一下 这on呢 是个戒词 后面的冰语 画横线的是这个 整个这个这个这个 on 做戒词的冰语 就是这个工人 她跟她老公长得特别像 中心名词ressemblance 前面加了一个鼠哥 这工人的相似 跟谁呢 跟她老公相似 and引起第二个病例的句子 这and是病例的联词了 并且还甚至 还这个这个暗示 暗示后面加冰语从 他可能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 这个and的第二个病例句 主语还是Mrs. Bosman 主语就甭说了 这个suggest不能发现了建议 为什么呢 如果建议的话 冰语从具 用速度型的虚拟性 对吧 在本文中呢 他用might be 没有用速度 那说明不可能是建议 他多意思是暗示 暗示是不是你的兄弟呀 是这么一个 后面当然是做 suggest的病例从具了 好 这个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他评论说 common on这个搭配 是对什么什么 发表评论 但是 当然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I don't want to comment on other people's views 我不想对其他人的观点 发表评论 这对某种发表评论 common可以加on 再加病例 还有个常见大评 no common 无可奉告 就是没有任何评论 我不说任何观点 无可奉告 就是这个 这个人比如从法庭里出来 记者 闪光灯都在闪 现在法 这个法院的案件 有什么最新进展 no common 无可奉告 注意不是no comments 用单数 no common就好了 但如果我们加 病例从具 common that 就不能加on了 因为我们说 that从具 一般不 他不用在接词后 this is on 要去掉 跟他类似 他有remark on 还有remark that 评论说 remark我们叫on 加病例 remark加病例从具 直接加大从具 就好了 跟这个common on 有亦续同工之妙 那么本文中说 他工人跟老公 长得特别像 特别像 叫close resemblance 咱们词后中说过 特别的像 如果动词短语 叫bear close resemblance to 那他可以跟动词bear 搭配 或者干脆用close resemble something somebody也行 跟某人特别像 那就名字换动词 形容字换副词 就好了 对吧 那么好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 动词短语 带到本文中去 在common后面加 that引导的 病例从具的话 就可以用它当 未动词了 当然common 也可以换成remark 都行 我们看怎么变 Mrs.Bassman commented that 或者remark that 评论说 那后面那个on 就不能加了 因为that从具 不能在接词后 然后病例从具 你们说the workman 看魏异动词 bore a clothes ressembling to her husband 跟她老公 长得特别像 或者魏异动词换张 the workman closely resembled her husband 跟她老公 长得特别像 这也行 但是一说特别像 使咱们回忆起了 咱们第一课说 人们对美洲诗的 描述特别相似 大家记得 好像还有另外一些搭配 咱们可以同时用 你看本文中可以说 这个工人 跟她老公特别像 是否可以说 the workman and her husband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还记得吗 特别相似 或were particularly alike 特别相似 这两个 早在第一课 咱们就讲 陶顿的美洲诗 人们的描述 特别相似 alike 它一般不都前置定语 做表语当然可以 特别的吗 particularly insularly可以替换 或者用 the workman and her husband had a lot in common 有很多 很共同的地方 had a lot in common 也是咱们讲的一个结构 可以替换 you have a lot 这一般会的事 或者是用 这个更文艳的结构 there were striking similarities where there was considerable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workman and her husband 这个结构也行 这个similarity 是刚才similar的名词 它的名词形式 当然单数呢 是y结构 复数把y去掉之后 变成ies 我们读一下 similarity striking 就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相似 就striking similarity 这个词习惯用复数 there were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a and b ab之间 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数 作为固定搭配 或者我们用common 它的名词就是commonality 但这个词更文气了 而且这个词一般 都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咱们用单数 there was considerable commonality 一样用between a and b 就好了 根据实态 当然work可以换成r was可以换成is 这个也可以表示 a和b之间特别特别相似 这个也行 你看 这个对第一词 还有个小复习 温固而知心 甚至even suggested that 回到剧中 我们说了后面这个suggest 不能翻译成建议 而是暗示 翻译成建议 从情理也不通 这工人长得 怎么跟你这么像 干脆 你跟他拜把子 当盟兄弟得了 不是建议 是暗示 因为建议以后 我们必须用 should do 性的虚拟系 建议 要求命令 其后必须从这种 应用should 加动算性 这should可以省略 本文中的might 那不可能是建议 否则预法就错了 这是暗示 暗示它可能 就是它的兄弟 本来是好心的 但弗朗斯没有听进去 他说 France poured score on the idea point out that his brother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前面第一行的 白颜色的字 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弗朗斯 最词想法 斥之以鼻 不屑一顾 后面呢 point out that 一直到句末 明想黄颜色 是非为动词了 那么他指出 说什么 指出或提醒老婆注意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当做point out的兵语 注意什么 他的兄弟 在战争期间 在战斗中已经死了 be killed in action 这是咱们三十个幽灵之死 讲过的固定搭配 先看这个主题中的 poured score on 叫对什么什么 斥之以鼻 对什么什么东西 不屑一顾 这个scorn 生词中有 叫轻蔑鄙视的意思 这个poured 本来是倒水的意思 你想 一盆鄙视 刀上去了 对什么 斥之以鼻 不屑一顾 对吧 那么这个搭配可以替换 poured contempt on 也行 这也是固定用法 那contempt 大家更熟悉了 它做名词 也可以表示鄙视笔 这个在二十七课 这个不买也不卖 讲凌诺汉的时候 就讲过 再读一下这个动词 再读一下这个名词 contempt contempt poured contempt on 也行 甚至可以换成poured ridicule on 这个ridical是嘲讽 嘲弄 把嘲讽 破上去 类似嘛 也是对什么什么 很不屑一顾 不当回事 很嘲弄它 我们再读一下这名词 ridicule ridicule 这三个搭配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可以替换 那么有一个搭配呢 类似 但是含义不同 就poured cold water on 就是网上泼冷水 就是打击某人的积极性 father poured cold water on my plan 爸爸对我的计划 泼冷水了 但是搭配也是poured加 并且on 但前三个搭配 可以同时记住 是意思一样的 就对什么什么 不屑一顾 赤之一笔 千 胡说八道 本文中呢 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本文中可以换成 France didn't take the idea seriously 弗朗斯并没有重视 他老婆说的这个 这样一个idea 就是你胡说八道 我兄弟早死了 不跟你说多少次了吗 point out that pointing out 当然是非对于东西来 这个point out 是指出或者提醒某人注意 这个我们多次说过 咱们本文中可以换成 reminding her that 提醒他老婆注意 后面再加并语送句 这个也行 类似 这个我们在 四十刻未来还会碰到 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I must point out that you are making a dangerous mistake 我必须要提醒你注意哦 你正在犯一个危险的错 你可以指出提醒某人注意 在复习四十刻 就是第182页的第十九行 182页第十九行 at this the police point out ironically that it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at the men were already under arrest 对于这句话 这些警察讥讽的指出 或提醒他们注意 你根本不用报警 因为这些人已经被捕了 你看指出提醒某人注意 当然同学还说 刚才那些句子里面 这that是 that领导从句 为什么前文家借词out呢 因为这个out根本不是借词 它是个副词 因为它如果并语很短的话 可以point it out 借词不可能把并语放到前面去吧 所以这个out是副词 那用的副词后 当然没问题了 所以that不用在借词后 这个大匪依然是正确的 后面剧中最后那个 be killed in action 战斗中牺牲了 这是三十个讲过的大匪 咱们复习一百四十二页第十八号后面 一百四十二页第十八号后面 his father told everybody that Eric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他的爸爸跟每个人说 埃里克他的长子 战斗中牺牲了 be killed in action action在这儿 并不是行动 而是战斗 这个意思 不可数名词 action在这儿是不可数的 然后呢 但是一般呢 这个老婆听这话之后呢 就打起来 你瞎说 我个对你好 怎么还要吃吃义鼻呢 但弗朗兹这个妇人呢 打着灯笼找了的 这个 老婆非常的贤惠 她不着急不上火 还帮助老公去办这个事 你看她说 Now Mrs. Basman was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is story s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chance in a million that she might be right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在逗号之前的黄颜色的明显是让步状欲从具 尽管巴兹曼夫人对这个故事完全很熟悉了 be fully acquainted with 对什么什么特别熟悉 叫be fully acquainted with 我们中中讲了吗 acquaint这个词使熟悉用被动嘛 而且一般跟with搭配 但是主干结构是she thought 她认为 然后呢 后面黄颜色net开始到剧末 都是并语从具 她认为什么呢 there was a chance in a million 一旦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后面又加上一个牵套 一个that she might be right 做什么成分 明显做前面这个chance同位语吧 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能是对的 就是牵套在并语从具内部的同位从具 做前面chance 它的同位语 好 首先这个be acquainted with 我们讲过了 可以换成be familiar with 这搭配是一样的 对什么是很熟悉 词中说过 然后呢 a chance in a million 我们说的是一个夸张的修辞 就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们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固定搭配 就极小的可能性 当然刚才那个替换 我们看一看就好了 no Mrs.Buston will fully familiar with the story 这个都可以 我们下面看那个极小的可能性 she thought there was the slightest 或者是the remotest chance she might be right 他因为认为依然有极小的可能性 我们用最高级秀是 the slightest chance 或者the remotest chance 固定搭配 表示温弱的可能性 极小的可能性 这remote是渺茫的吗 可能性很渺茫的吗 后面依然加同位从具 它可能是真的 the slightest chance remotest chance 极小的可能性 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记住 好 这个句子呢 也很漂亮 我们看能不能把句子复述一遍 尽管巴斯曼夫人完全熟悉这个故事 她认为 一旦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它可能是真的 我们从头看来一遍 Though Mrs.Busman was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is story S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chance in the million that she might be right 好 我们把这个 这个句子在复述一遍 尽管 弗朗斯太太对这个故事 完全熟悉 Though Mrs.Busman was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is story S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chance in the million that she might be right 咱们类似造个句子吧 尽管这个侦探非常了解 这位老太太 对周围每一个人组织这么好 但她认为呢 依然有一次可能性 这个老太太就是谋杀犯 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复述一遍 尽管这位侦探 Though the detective 侦探 was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 that 什么这老太太对每个人都很 好呗 The old lady was always so kind to everybody 每个人都是好 但是怎么样呢 He thought 她认为 that there was a chance in the million 是什么呢 我们家同意做 that she might be the 谋杀犯 murderer 好 你看 Though the detective was solely acquainted with the fact that 我们家 the fact同意从去啦 The old lady was always so kind to everybody He thought 我们家病友说 there was a chance in the million that she might be she might be the murderer 就好了 这种句子写进来特别轻松 而且快速 而且自信 因为我们按照世界经典写的吧 肯定没错 好 好